要進行到的就是公開男子組第一級的銅牌戰 而接下來呢 即將上場的選手 白方的同學是府仁大學的陳育成 而另外呢 藍方的選手是國立體大的陳維杰 呃 擔任主審裁判的是王子正 副審裁判是蔡中昌 蕭樹丘審判委員是林隆坡 而陳維杰呢 在去年的全大運也是獲得第二級的第二名 但是他今年呢 是挑戰第一級 對 所以他是降下來 降體重了 對 那就看他這一次在第一級六十公斤級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 好好的表現 內腿 手沒有抓握 而且差一點點就會被白方給反摔 所以要非常小心 哦 這次 趕快回軸 a joke met vest 走了一個 歪州睞 屍pha日 不然你會被壓制 60公斤級的選手 都是在速度上 都是節奏上 都是比一般來得要快 所以一個國艦帥沒有 想要做沒有做得很好 這時候 想進入勒緊的動作 可能是因為拉到 也許是衣服有壓到下巴 所以會影響這個選手的安全 所以力氣要喊 一個小內哥 沒有成功 因為陳育成趕快的轉身 樓道運動是背部著地 才能夠給分數 這時候如果你是腹部著地的話 是不能夠給分的 已經過了一分多鐘 將近兩分鐘 一個單臂過肩 但是沒有成功 並沒有把對手給破釋 但是因為這一段時間有積極的攻擊 所以目前白方的陳育成同學被判了一隻洗豆 時間還有三分鐘不到 就要進入勤聚 目前領先的是陳維杰 因為對方被因消極被判了一隻洗豆 一個指導 如果一場比賽裡頭有四次指導的話 那這個比賽就會結束 就會失格 所以要非常小心 一個過肩摔 利用一個機會 做了一個過肩摔 陳維杰在利用場邊 馬上轉身進去做了一個過肩摔 但是這個時候 審判委員以及副審呢 希望能夠更慎重的 來確定這一場 這個分數 所以現在透過錄影的器材 再重新回看剛剛那個動作 所以他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所以 再重新來請示看一下 這個時候可能比較嚴重的處罰 所以希望主神能夠跟他們做一個確認 應該很顯然呢 很顯然呢 剛剛雖然給了半勝 但是 副審以及審判委員呢 認為他應該是有 用頭頂的這個現象 所以半勝要改為一勝 為了保護選手 有這樣的機制 就是如果他是有自己做出 有 用頭頂的這個動作的話 即便是 必須都算一勝 所以我們恭喜 府人大協的 陳維辰獲得 公開男子組第一級的銅牌